中美洲第三大经济体就是阿根廷 阿根廷的通膨率高达211% 这是全球碰同最严重的地方 他这位新总统叫米雷伊 为了拯救阿根廷的经济 他的经济改革非常极端 因此广大劳工上街反弹 阿根廷最大工会周三全国发起大罢工 所以商家都关门 航空公司取叫了数百架次的航班 新总统上任六个星期 天然气的价格翻倍 商品的价格持续飙升 但即使如此 新总统的支持度居高不下 有58%的阿根廷人支持他激烈的经改 比他竞选期间还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阿根廷最大的工会 周三发起24小时全国罢工运动 抗议新总统米雷伊的极端经济改革 包括运输 建筑 医疗 餐饮 能源和银行业 都加入了罢工行列 当天许多商店关门 航空公司也取消了数百架次的班机 大罢工的前一天 来自全国各地的社运团体 也在总统官邸前抗议 要求米雷伊收回成命 停止严苛的准结政策 因为缩减福利对底层民众 冲击实在太大 属于自由派的米雷伊上任六周来 天然气价格翻倍 阿根廷批索也重贬 商品价格持续飙升 目前年通膨率达到211% 居全球之首 尽管如此 米雷伊的支持度仍居高不下 百分之五十八的民众 支持他的经济政策 比他竞选期间 还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米雷伊的经济改革 犹如一台推土机 要排除所有拖累经济的障碍 像是大坎数万名公务员 猜测半数的部长职 米雷伊也在国会 推动500多项一篮子改革法案 内容包罗万项 范围遍及选举制度 劳工法 环保 医疗 艺术和科学领域 就连离婚法也在内 受影响最深的劳工 终于忍无可忍 发起大罢工 要阻挡法案过关 阿根廷经济和政治专家们分析 米雷伊深知改革会让通膨飙升 人民要过苦日子 他的执政蜜月期会非常的短 因此趁着还有人气之时 尽可能的推动改革 米雷伊不只是国内的宠儿 在国际间也很受欢迎 上周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说 一席拥抱自由市场和摒弃 社会主义的言论获得台下乳雷掌声 米雷伊这段演说 在网路上爆红吸引数百万人点阅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分享影片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社群网站上 称赞米雷伊让阿根廷再次伟大 贷款给阿根廷440亿美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也赞同米雷伊的财政改革 阿根廷的改革法案若通过 将赋予米雷伊至少一年的紧急命令权 让他可以放手推行政策 过去几任政府的改革都因为劳工抗议而止步 米雷伊这一次或许能走得比较远 但达政的可能性 专家学者仍持保留态度 拉底美洲最大经济体巴西 同样面临经济转型 左派总统鲁拉推出了再工业化的新经济政策 将岛阵前右派政府把重心放在农业和出口 忽视国家工业发展的错误 巴西国家发展银行将提供500亿美元的基金 支持政府振兴地方工业的计划 鲁拉的目标是将巴西的产业 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格局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 Therefore be